总统致辞 警销海巡人员医疗照护心智上路 总统蔡英文说什么也要亲自出马 我有责任让他们受到更好的照顾 立平施政成果毕竟牵动2020大选 尤其在对手阵营初选风风火火之界 蔡英文想在党内出现 民调拉台得先有成果 根据平面媒体最新统计 蔡总统的民调来到23.6% 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32% 差距缩小到8个百分点 这段时间很多的民众都开始感受到说 我们的执政有很多的执政 他们现在开始有感觉了 所以我再讲一遍 我们现在整体的执政的满意 跟我个人的民调 其实不论是哪一家民调 都持续在往上走 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我们一定会把台湾顾好 民调缓步回温 蔡英文直接喊话 要大家多给点时间 这新声民进党中央显然也听到了 党内初选时程确定又生变 外界分析拖延战术更有利 蔡总统拉台民调 政坛社群形式分析 也是蔡总统占上风 毕竟他是现在台湾的总统 那他有这个地位 还有政治上位置 在网路上蔡英文都是一直很强 那赖清德相对之下就弱满多了 到这一两个礼拜 他比较有大动作 比较言语上的来反击 那才得到这些影响力 跟网友的关注 根据大数据的分析 蔡总统的网路影响力 稳定领先赖清德 不过蔡赖两人 还是落后高雄市长韩国瑜 民进党内初选战火 蔡赖力拼只是第一步 如何迎战对手阵营 才是决胜关键点 欢迎新闻林志鹏黄云廷台北报道